觀眾朋友 為了另外一半 你做出什麼最大的改變呢 心愛的拱手讓人 心愛的拱手讓人 喜歡不就是心愛的 就強奪為己有嗎 沒有意思 他覺得那一個不是心愛的 對 娶得不是他最愛的那一個 其實我最愛當然是我老婆 其實 你口急了 你口出了 不是 我來解釋一下 因為我從小就是喜歡音樂 然後一直到社會上的時候 我的工作就是音樂 就是酒吧 有酒吧就有音樂 有音樂就有酒吧 所以於是我就是一直 長期投資這個酒吧的生意 那我太太她是 很照顧我 也很照顧家庭 她希望說 你可以做生意沒有關係 但是可不可以 到九點就可以回家 晚上九點 可是你不怕會很難 才剛熱而已 對 對不對 剛二十 本Pub一夜時間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太急了吧 沒有人從六點到九點 一定是 九點到零時都很三點 就凌晨三點吧 而且清晶三點吧 對 那前一兩年 他就容忍這樣子 他也忙他的這個服事業的生意 這樣 我們兩個都很忙 就是有一天 他絕對不對勁 就直接去酒吧這樣 我就覺得 你不是 凌晨的時候 你不是都在家裡嗎 然後我就怎麼突然進來這樣 面是很明重這樣 我覺得這個錢 我們沒有需要說 一定要賺這個錢 為了這個生意 賠掉這個家庭 甚至我 他說 甚至我 他說我都一氣他這樣 對... 最後通牒囉 對... 他就想說 你要家庭 還是要這家店 這還要考慮... 你考慮三天 你不要講話 你考慮三天 我考慮了三天 我真的是... 不要 我用三天的時間 去跟他解釋 然後去分析 我心裡面已經 已經想定說 那就不要了 後來想一想說 身體好像有點出狀況 對 身體出狀況了 然後老婆的情緒 也開始大變 人很久了應該 大變的 所以就毅然決然 跟公司的就是這樣子說 那這樣子之後 我就把 誰要吃我的骨 我就 退了 完全退開這樣 對 退骨就是 我當然選擇我的家庭 對 那我選擇我都老婆 其實因為剛剛明雄哥講的 我覺得要戒掉一個東西 必須自己要有所提悟 因為其實我的這個煙靈 算很長的 我很小就開始抽菸 我大概國中一年級就 很像耶 就抽菸 然後就一路抽抽抽 然後一路到了工作 或者當兵 其實也沒人阻止我 就抽就這樣順順 然後又熬夜 所以煙影其實很大 結了婚也一樣繼續抽菸 有時候起床就是一根煙這樣 直到有一天 我起床 我還躺在床上 我就 我覺得我有點喘不過氣來 我覺得 好 胸口好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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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心想 我想說 我再這樣下去抽菸下去 行嗎 我結了婚 就是想要跟我的伴侶 一路走到最後嘛 如果有了小孩 那我想要陪我的小孩 看我小孩長大啊 自從那天我想通之後 我就 那一包煙 我就擺床頭 我就蓋沒燈過 我就一根煙都沒抽了 真的 為了自己的身體 一定要把這個東西給戒掉 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最重要的 對 但是我聽到討論一個 比較特別的名字對不對 是 叫做 夫妻病 就是說 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有夫妻相 可是畢竟生活 還是有一些習慣 或互相沾染 就引來了夫妻病 什麼是夫妻病呢 我們先來看一看好不好 代謝症候群啊 那是什麼 其實我們講代謝症候群 就是那個以前叫三高 所以就委一度出來 然後血糖高 血脂肪高 然後血壓開始變高 那為什麼飲食會導致 那個代謝症候群 我就舉一個 我碰到的一個案例 我認識一個大學同學 就是那種很帥 很高 然後很瘦瘦的 那我大概二十年之後 沒有見過他了 後來我再看到他 他找我介紹一個皮膚科醫師 他說他去看心臟 他心臟衰竭 耳鼻後科醫師說 他因為那個呼吸中止 他要去開刀 幫我介紹 那我幫他介紹完之後 他很謝謝 我就請我吃飯 去了他家之後 我就知道了 為什麼 他我不知道二十年 會改變一個人成這樣子 他一百多公斤 以前他七十幾公斤而已 然後他太太也是一樣 圓滾滾的 那他請我去他家吃飯 那真的是山珍海味 我一直以為他是 我是貴客嘛 對不對 後來發誓 不是 他們家平常三餐 就是如此吃 這個就是說一個 高油鹽糖 高熱量的飲食習慣 尤其是家中 看那個長廚 有一天那個 有一個記者問我說 洪醫師你那麼有健康概念 你晚餐吃什麼 我說 家中去採買 去烹調的那個人 會決定你們一家子的健康 我們家本身是吃得滿清淡 但是自從我跟我老婆結婚之後 就是他是吃比較重口味 重鹹的那一種 對 那因為平常就是他煮飯 那他自己煮 煮一煮不是會試菜 他吃了就覺得沒味道 他就會再加 加更多調味 所以他煮什麼之後 其實都加了 就加了過多的調味料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他在煮 那個鹹蛋苦瓜有沒有 然後他煮一煮 我就看到他拿了 大概平常三倍的鹹蛋 對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在夾的時候 平常鹹蛋苦瓜 可能夾一塊苦瓜起來 就是會黏著的一些鹹蛋 對 那他不是我們夾的時候變成說 夾了一撲的鹹蛋 它裡面可能有一小塊 真的太多了 對 太鹹了 然後就還有其他的 加鹽跟辣椒 還在那不得太鹹 對 又加鹽 但是上桌之後 你又不能不吃 因為不吃的話老婆覺得 所以他用心做了餐點 很難過 他會不高興 我覺得那個家喻 在十年之後你跟老婆 你一定有夫妻臉 兩個都會有點胖胖的 可以一起瘦瘦的嘛 我結婚五年來 大概胖了十公斤吧 我就從今天開始你煮飯 來來來來 換你 你真的好胖 我說我一直告訴你 解放了今天開始換老婆 太怪了吧 這個 但是或許換個煮飯的方法 搞不好你煮飯 真的就會好一點 你煮淡一點嘛 再把一個鹽罐給他 他想吃鹽 他去加嘛 另外加是不是 對啊 對不對 因為鹹很難變淡 但淡加鹽就可以變鹹 好啦 我們來看第二個 好 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些膚疾病 是飲食壞習慣引起的 來看看 胃潰瘦 那我們家確實是天生長廚 可是 是 為什麼 吃什麼 很有趣喔 因為那個時候他本來 我就知道他胃不是很好 然後他常常就是 不管餓或者是吃太多 他都會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然後就胃會不舒服 一不舒服他就說 那個有沒有薑汁汽水 我那時候就天長 台灣哪有 在市面上你買不到 他要那種一箱一箱買 後來我為了他 我就去找那個進口商 我還去買了一箱回來 一次就叫兩箱三箱放在家裡 所以他只要胃不舒服 他就大概喝個薑汁汽水 我跟你講 真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 怎麼我也開始打嗝 然後胃就很痠很痠 我就覺得不舒服 那他是那種 反正他喝薑汁汽水 那我就覺得我不對 我就去看家庭醫師 那個時候十五年前的時候 家庭醫師就看了說 他說你做個檢驗好不好 我說什麼檢驗 他就給我一個像這樣的杯子 然後一個管子 他叫我在裡面吹氣 結果他說他拿我這個 吹的空氣去檢驗回來 告訴我說 我說可以這樣檢驗嗎 這樣檢驗嗎 不是應該放胃性下去看一下 你看那醫師就一直點頭 然後我就說我有胃溃疡 他說對 而且你接下來要吃抗生素 然後抗生素要吃一個療程 不知道是十天還是半個月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 為什麼 那時候我先生沒有去看診 只有我看診 我說 我說為什麼 又不是那個花 花前月下流 羊流病什麼的 為什麼什麼我吃 他要一起吃 然後那個家庭醫師有跟我講說 我的胃溃疡是因為一種菌的感染 其實是細菌感染 然後那個菌是 夫妻之間會交互感染 真的 因為口水 因為口水的 口末的這個 所謂體液交換 要兩個人一起吃 後來我跟我先生就 我就跟他講 那他老外他很像 他本身也是醫療體系的心理師 我們兩個就一起吃 我跟你講 就沒有再飯了 這叫幽門螺旋感菌 對 就是這個 那我在想說 其實我們以前都認為說 是壓力 是造成胃溃疡第一的主因 後來分析不是 是幽門螺旋感菌 而且這種感菌 你比如說你胃溃疡治療好 你如果不用抗生素 殺死這支細菌 如果再復發型的那個 我們講說胃溃疡或奢侈殘疡 我們都會叫他一個是 直接做胃鏡 做那個幽門螺旋感菌的一個測試 那一個就是用吹氣測那個幽門螺旋感菌 那那個只要用抗生素 用個兩個禮拜 事實上可以把他的細菌給殺光 兩個要同時殺 譬如說你的細菌被殺光了 它還沒有殺光 它要傳回來給你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其實很多夫妻 為什麼同時會有一些胃溃疡 的問題 我認為跟那個 用餐的那個情緒很有關係 那大家很喜歡在那邊 問小孩功課好不好 然後問老公 到底最近的事業如何 我是認為說 其實吃飯的時候叫報喜不報憂 大家分享一些快樂的故事 不要去討論事情 那到一緊張的話 我們會刺激我們那叫 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興奮的話 胃酸分泌之外 它會讓我們的血流 整個變 胃的血流變少 黏膜就會受損 很容易出現一些胃溃疡 所以要放輕鬆吃飯 真的就是夫妻會感染的 再來看看 膽節食 真的會 因為就是我們家 我自己吃東西的習慣是很規律 我是也是很清淡 然後我晚上七點之前 一定會把所有的東西吃完 然後我就不會再近視 我老公呢 他就不是了 他就是開始八點到九點的時候 就會覺得看個電視 就要開始吃點什麼 因為是放鬆的時候 對 他就覺得說你看電視不就是要配個滷味 配個鹹酥雞 配個麻辣 對 喝個啤酒 那其實你知道住同一個屋簷下 你就看他在旁邊吃這種味道很香 而且香味道很喪失 那個鹹酥雞買回來 你們差一塊嗎 對 所以我就開始 也開始染上吃宵夜的惡心 那我本身腸胃就不好 其實我就吃一吃發現說 睡覺真的不好睡 然後腸胃很不舒服 一陣子之後我就慢慢發現說 有一天怎麼 胃開始痛 然後胸口也會痛 然後一路到喉嚨也開始痛了 就痛這樣一整條上來 不想說怎麼回事 後來去檢查之後就發現說 也是胃方面有問題 但是我除了胃潰瘍跟胃食道逆流之外 我還有 他那個胃鏡一照下去 我裡面是胆汁噴發 是一條綠色的河流 在我的胃裡面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怕想說 會不會胆結石啊 就不曉得說 會不會有這種方面的問題 這樣子 我們在講說胆結石 有一個特徵叫一個F4 就是在女孩子 然後 肥胖的過四十歲之後 還有吃太好太油的 這個叫四個F4 我們都會特別出現 謝謝 謝謝 是不是 這一媽目前還沒到四十 對不對 還沒到四十 所以你現在 但是你從你的那些 所有的上消化道的症狀 你有一些逆流式食道炎 有一些膽汁分泌過多 我就覺得這個跟你 表示你的飲食習慣 應該是有一些不對的 這個到四十歲之後 可能開始就會出現一些 膽結石的高風險 所以我有一些 當然這個 我們統計出來 最不好的壞習慣 你不吃早餐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肝臟分泌 膽汁 然後儲存在我們的膽囊 那你要適當地吃一些食物 它才會分泌 那你如果不收縮 不吃食物的話 空腹太久 它反而會一直濃縮濃縮 就產生一些膽結石 那吃很多的油性的物質 我們講說膽汁 就會大量的分泌 那分泌一樣會產生那些 膽汁過多的那種情形 那這個也是不好的 所以務必要定時定量 然後不必要吃 要多攝取一些 高纖維的食物 就可以降低膽結石的風險 是 對 我們現在剩下兩項 我們來看看喔 腎結石原 腎衰結石原 這太誇張了吧 這太誇張了吧 這個更明顯了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我們常常看到 臨床上有一起 夫妻一起來打石頭 夫妻一起來洗腎 你說如果叫一家族來洗腎 是母子母女一家父子來洗腎 可以知道那是基因的問題 那為了夫妻沒有血緣關係 那為什麼會一起來洗腎 我就舉一個案例 我曾經有一個洗腎 被人六幾歲 他是 從新北市跨區來 我在內湖洗腎 那他號稱他是中醫師 後來那個 我的護理人也跟我說 他是一個草藥師 就自己讓他出來 草藥師 他從小就很喜歡抓草藥 給別人吃 那他自己的腎臟 事實上也是 他從年輕就一直吃草藥 吃到腎臟壞掉 那他為什麼跨區來 我這邊那個洗腎 因為他不要讓他的病人知道 他自己在洗腎 對 他心思好神秘喔 對 我要講就是 後來有一次他太太也 他太太過來這邊看他 我才了解 他太太也在洗腎 那我後來側面 他太太也沒有糖尿病 沒有膏血 他沒有我們常見那些 腎臟壞掉的瘀 我認為 這當然是我自己預測 因為他嫁給他之後 所以這個 我心裡在想 如果他太太不是嫁給這位親 他是不是現在可以不用洗腎 就我們會共同食用一些東西 共同吃一些健康食品 共同的飲水 共同一些飲食習慣 這跟我們後面的健康 事實上是息息相關的 這菁姐好恐怖喔 對啊 那我照你這樣講 這種草藥或健康食品 唉唷 那到底是 要吃不吃 吃多少 可以吃不可以吃 我意思 現在健康食品實在太多了 我是認為如果你有一些 健康的飲食習慣 我們講六大營養素均衡 多 而是要少油鹽糖 多纖維 多蔬果 多膳食 這些我想 可能飲食就均衡 就不需要額外的健康食品 來補充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屬於 那種什麼高壓豬群 什麼真的是 非得要靠那些補貨 或說年紀過大 這個你要聽過那個專業 跟問一下 諮詢一下專業的醫師 他會給你一個建議 最終一下那些健康食品 賣你健康食品的人 一三五是不是都去 回去立馬查一下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到癌症 那麼癌症 真的就像黃醫師講的 就是那些 有一個台中榮種的 大腸直腸外科醫師 他都開了五六千例的大腸來 他很有趣 他每次都問那些病人 你到底喜歡吃什麼 喜歡吃什麼 大概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 香腸 它是包括 肉鬆 肉鬆類也是 好好吃喔 加工類的肉製品 燒烤 對 沒錯 高溫蛋白質油脂在高溫燒烤 這才會產生一些 益環胺 丙溪蟹胺 多含芳香氫這一類 它這些全部都 我剛剛念的那些化學物質 都自癌物 你說你如果說實質燒烤 所以你要可以吃 天然原始的食物 少吃那種高熱加烤的 燒烤類的 醃漬類的 暴露在那個自癌的風險 是要特別相信 所以還是那個概念要一個 家裡長途那個人 要非常有健康概念 好痛苦喔 像我太太啊 就是她是一個典型的 是非常喜歡煮的 然後就是很擔心小孩吃不夠 吃不夠 然後每天都會煮 然後我煮一煮 那時候我在拍戲 都在外面工作這樣 然後她的習慣就是 而且你回來的時間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對 有時候是很早 有時候是半夜 甚至是早上才回去這樣 我回去的時候 她的愛心又不吃又不好 對 然後就怕她很難過 我就吃... 有時候我一天吃幾磚 我都不知道 真的吃幾磚 吃什麼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樣子 差不多已經快了一年 回去睡覺的時候 都脹脹你知道嗎 然後排斃也不正常 然後我就覺得說怪怪的 我就總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就覺得 常常會胃食道逆流 身體也開始走樣 我老婆就也覺得奇怪 她聽了朋友的意見說 她開始改變她的飲食 每天都用沙拉 吃沙拉 然後吃煎魚 然後她每天 規定我的早上去爬山 教習爬山 一起運動 從飲食開始去控制 對 夫妻就是要刻意營造 相處的時間 而華人又很喜歡 在吃飯的時候交流感情 對 是啊 所以我想 其實我們晚餐 對我們的意義 本來就不是 只是解決飢餓的問題 對 它最重要的意義 其實是營造一個 相處的時機 談到很多 包括習慣不一樣 或者是因為 另一半煮的東西太鹹 導致於健康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有這種問題 應該是協調一下 小禮飲食的內容 或者是說 作息不一樣 然後互相調整一下 那當然我們臨床上 也會遇到說 譬如說有時候是 先生上白班 太太上晚班 也許 睡前會有花茶的約會 像你譬如說 你如果兩個人喝喝花茶 又可以培養感情 然後喝喝花茶 對於睡眠也有幫助 其實一舉就兩得 所以基本上如果說 就維持家庭情依的立場來講 是說 一起吃飯最重要 那盡量不要分開吃 如果真的不能 那就喝個花茶 我想這個都是 維持家庭情依的重要方法 所以陳醫師 就是你晚上都跟老婆喝花茶 喝花茶 會喔 其實不只 我們 我們會你吃飯 吃花茶 你會一起喝啤酒 好 好 我覺得我的這個症狀 應該算是第六名 你知道嗎 第六名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 吃飯吃很快 我吃東西 是 不能講狼吞午宴 但是例如我一個便當 大概十分鐘之內 我一定會吃完的那種人 但是香寒就完全不是 他就是一個慢慢吃的 他說是細嚼慢宴的 但我個人覺得 根本就是動作飯 他慢慢吞吞 不知道要摸什麼東西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吃飯 因為我很討厭吃到 因為你沒有好消息是不是 不是 講得太好 好尷尬 想說這十分鐘 我要怎麼分享 趕快吃什麼 趕快吃 趕快下週這樣 所以剛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配合他的進食速度 想說慢慢吃嘛 對不對 我們要慢慢聊天 問題是 以前可能吃很快要吃大概 假設在吃兩碗飯吃飽 你吃很慢的時候 你大概一碗飯就飽了 那你們一定想說很好對不對 對啊 大家一定想說那很好啊 那要吃少一點啊 那很棒 問題是 我可能就是需要兩碗飯的熱量 那結果呢 我本來可能因為吃晚飯 吃晚飯的時候 吃了兩碗飯可以撐到睡著 結果 因為配合他吃慢 只吃了一碗飯 結果半夜可能還 睡前就 糟糕 肚子餓了 就要開始吃宵夜 真的 反而呢 我本來可能一天三餐很正常 為了配合他的速度 我要變成一天午餐 我才能夠吃得飽 不自覺的 因為要配合他 然後就變飽 所以我現在大概又改回來 我現在就不管他 我就開始照樣吃快 我的速度 然後坐在旁邊 但是他就一直說 跟你吃飯壓力好大 真的 對 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嘛 你說怎麼辦嘛 我們先來回答一個問題 吃快還是吃慢的 他總吃進去的熱量 水會比較多 2011年 那個澳洲有一個大學 他就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他就發現 細腳蔓越那個族群 你感覺他吃很久 吃很長 吃很慢 好像食物吃很多 可是他們研究是相反的 他發現反而細腳蔓越 那個族群他一整天 這樣下來的 總熱量 總食量 是一般那種吃快的 大概少了15%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對 那為什麼 他想說 第一個 他們認為我在慢慢咀嚼的 過程當中 我會傳遞一個訊號 給我的大腦 我吃飽了 所以他們飽足感會比較慢 他吃得很慢 可是一直有飽足感 所以他吃完這一餐之後 他可以撐很久才會肚子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吃很快的那個 胰島素阻抗是 胰島素分泌會非常高 高低起 非常 就要來得快去得及 你很快就飽足感了 可是你很快 兩個小時又肚子餓 又會開始吃一些消息 而且我們講 胰島素一高 你都要吃碳水化物才會飽 你吃蛋白質的不會飽 你一定要吃飯 吃麵 這些才會飽 所以反而下來 總體熱量多了十五% 所以當然是 要配合老婆 聽老婆 她是對 細嚼慢熱 慢慢吃 那為什麼 你說我反而變胖了 我覺得 應該是有其他因素 不是單純的吃飯 因為戒菸 戒菸 戒很久 還是陪別人吃 戒很久 好 宅哥 你今天為什麼會贏 那以後就要一直刺我 我家就是我的老公 會被我影響的 因為像我就是那種 眼睛比胃口大很多的人 所以然後我也是吃很快的人 所以我只要出去 我就看到什麼我就要叫 不管我們有幾個人 或不管我餓不餓 他們就說我們今天沒有很餓 我說我不管 餓不餓跟我點菜 是沒有相關的 對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超多大 我就要把他就叫來 那可是我就吃不完 然後我就會叫我老公 把他吃掉 因為我們害怕 因為浪費嘛 所以他就喜歡 我就不喜歡男生說 我吃飽了 我要減肥 我就不想要聽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老公在剛開始 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一直吃... 然後就胖了大概有超過十公斤 然後他整套衣櫃的衣服 都要全部換掉 因為他衣服都穿不下 那有一次就是他的朋友 他自己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 就約他說要一起出去騎腳踏車 因為他有一群很專業 騎腳踏車的朋友 然後就還 他的朋友還轉頭跟我說 甜 一年之後我還你一個 新的帥的老公 結果真的他就是 結果他就離家一年了 對 一年之後我再看到他 他真的就是乖乖的 有去騎腳踏車 就是每個禮拜都會出去騎 而且是騎什麼大雪山 柳玥妳說他的配備很齊 他的配備很強這樣 然後他就真的就瘦下來 而且他就是整個身形 都變得很健康 而且我就覺得說 我就覺得他應該要感謝我 因為要不是我這樣讓他變胖 他也不會讓他被他的朋友 被抓住他運動 他現在真的很驚訝 他講得對 明明是他 對 對 你就給他正上的影響 對 那像我們家是我長族 可是我老公他是一個 無肉不歡的人 而且他很堅持就是 那個肉還不能煮到很軟爛 他要就是有點嚼勁 要QQ的那種 所以偏偏我就是腸胃不好的人 有了小孩之後 媽媽要吃飯 就是一場戰爭的 對 要好好吃啊 趕快就把它吃完 就有一次是 因為剛好就是下午跟朋友有約 所以我們那天中午的時候 我有煮了牛腩飯 然後好不容易把東西弄好了 然後我就趕快自己 隨便先扒一碗 然後就把那一碗飯加牛腩 就直接塞到我的肚子裡面去 然後就趁著老公跟小孩在吃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收東西了 結果後來在路上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胃不舒服 就那種脹痛的感覺 然後真的會覺得那東西就是 好像要吐很想 就是很想然後反胃的感覺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妳可不可以先開下交流道 我想要去藥局買個胃藥 然後真的就是真的硬試下去 然後吞了胃藥之後才比較緩解 可是其實人還是不舒服的 後來我就想到 我們如果煮東西給小朋友肉很大快的話 我們會怎樣 切小快一點對不對 對 所以我後來我幫我女兒準備食物的時候 我就幫我自己也準備一盤 好聰明 對 然後可是我老公就說 妳怎麼這麼大 妳怎麼跟妳女兒一樣 吃那個兒童餐餐 可是我覺得為了我的健康 我這樣子做我很重要 為了健康 跟小孩子一樣 而且媽媽吃飯真的是在搶時間 對 其實這個都需要考驗家庭主婦的智慧 那我先講 其實當然我們講說太晚吃這件事 譬如說太太五點下班 先生九點下班 我們要不要等她二到九點在一起 其實我記得倒也不必要 可以學陳醫師 就一個花草茶的約會 感情交流 另一時間 那這個事當然是一個 那如果說吃太快的 你先實在吃太快了 我就要想辦法讓她吃太慢 改變對方的習慣 我的建議 我當了那麼多 跟我老婆當了那麼久的夫妻 我是建議就是 你就要深情寬寬 握著老公的手說 你這是我這輩子 最正確的抉擇 但是就要先把她心房打開 然後再告訴她 要是你可以吃飯再慢一些些 那我們可能身體 你會身體更健康 更是我將來的一輩子的幸福 就用嘴巴甜一點 用一些愛的 不要碎碎唸 刀刀唸 然後一直罵 那這當然是 我是覺得效果就不好 用一些愛跟讚美 像改變對方的壞習慣 但全部的依規要是 是以健康的習慣為原則 到底是她太快 還是你太慢 就是用一個健康飲食的習慣 除了吃飯之外 其實有些家庭夫妻 是因為同床共振 睡眠習慣不一樣 結果影響到健康 就是像我老婆 我很受不了她一個東西 就是她一個 很多人真的有這個 貝貝 中文員會 到大 中文員會 我們可以分享 我可以接受她的感情出軌 她的所有感情放在 什麼意思啊 放在那個貝貝身上 那我根本就是要不洗啊 媽媽的味道 因為她 所有身上的DNA 包含她那個臂上 還有很多紅紅的東西 你剛剛講說不洗啊 不洗啊 那不能洗 因為洗了很多人都沒洗 他就不洗了不太洗的 其實真的喜歡那個小貝貝的人 他們其實不喜歡 把那個味道洗的 對 就像換新的啦 破得很... 很慘 然後上面又紅紅的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太可怕 因為我本身又有鼻子過敏 那在還沒有過敏之前 就有聞到那個味道 那慢慢的就聞不到那個味道 就開始打噴嚏 眼睛癢 然後我覺得那很嚴重的 影響到我的睡眠嘛 對啊 那就 當然就是 我們會偷偷把它拿去洗 對... 你偷洗它要跟你提昏吧 基本上 其實他們很多就是 懷念那個小時候的味道 對 跟他們不太愛惜 那基本上 當然如果 這麼消極啊 一直不會講你自己的作為 一定要有愛 其實他們這個 就是從小的時候 這個貝貝可能曾經帶給他 某些安全感 是 所以他這個感覺一直在 他就說這個安全感 我不能給他嗎 我不能給你嗎 你不要把他取代 應該講童年的安全感 跟長大又不太一樣 對 因為它那個是 童年來的一個記憶 所以他會 等於是他依戀的對象 他是什麼 你洗的還他洗的 不是 你去挖他了 一定得洗 可是這個味道 完全蓋過他本身 背著味道 他得洗 你去摳你 你玩得好 可以哭對不對 這看起來有 對啊 看起來有陰謀 個案來抱怨他們 另一半的睡眠習慣不好 來影響他們睡眠 我想最常見的 當然大家 我想大家也知道 就打呼啦 打呼是第一名 我這裡分享個個案 就是說 他這個盛行率不是那麼高 可是症狀還滿有戲劇性 就是有一次我在看診的時候 就看到一對夫妻來 就那太太眼睛黑青 就黑臉 見到那個太太就是 有點尷尬 又有點迷惘 然後但是很堅定說 依馨 我這個狀況是因為 他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引起的 結果他就說 他從結婚之後 就看到他先生 甚至還跌到床下過 然後醒來他問他說 為什麼 他說他夢見 譬如去海邊玩 然後跳石頭 跳到床下去 然後這一次會來看診 就是因為 來就診的前一天 因為他半夜痛醒 就剛好被冒了一拳 醒來一看 就像被他看 先生冒了一拳 結果他現在還在呼呼拉水 結果他當然很生意就把 他先生冒完就裝睡吧 不過他就把他現在搖醒了 他先生就當然很抱歉地 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夢見我被壞人追 然後我剛好被追到的時候 我就是毛起來就跟他打 然後正打得火熱的時候 沒想到一拳揮到 就打到就是太太 所以也就因此太太就眼睛 就冒一個黑青就對 那這個症狀 臨床上叫做 快速動眼期的睡眠行為障礙 他基本上我們睡眠 本來有個保護機制就是說 我們神經傳導是暫時封閉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肌肉是 得貪軟 不會反映睡眠夢醒 他的保護機制在於說 我們不會夢到賽跑就跑出去 夢到飛翔就不會開窗戶 跳下去這樣子 可是有些人的這個封閉機制 就比較不完全 所以他 變成晚上會有這些行為障礙 那也就是說 像包括像我剛才上述這個疾病 還有麻痺等等 這些其實是時常干擾另一半 那也是現在來求診一個 很常見的竹竹 其實我們更嚴重 有時候它會甚至產生一些 憂鬱症 躁鬱症 脾氣暴躁 沒辦法顧小孩 甚至上班受影響 這個臨床上都滿常見的 其實講得沒有錯 以前我離開這個夜店的時候 就是股泉就讓輸的時候 那我的生活會比較正常一點 開始毛病來了 我過敏性鼻炎 每到一個到冬天的時候 然後你反而有這些狀況 對... 開始開始出狀況 而且反而嚴重 我記得那年差不多半年 都是我呼吸好困難 就是一直鼻塞 睡覺沒辦法用鼻子 然後睡著了就是打呼 然後就是嘴巴呼吸 我太太受不了 我那時候我老婆是 然後就分放這樣子 就說沒有辦法睡 因為她潛眠眠的一個人 這樣沒有用 然後就一直去 我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用那個噴劑你知道 對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滿嚴重 我覺得我的身體 免疫系統好像 好像變弱了 我是那個 香涵睡得太好影響到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我覺得 牽脫網 沒有 真的 這大概是因為這個年紀大了 你知道 這個已經一隻腳跨進棺材裡面 想說以後要睡 有的是機會可以睡 現在真的 睡眠時間需求越來越短 我大概一天 那只要睡三四個小時 其實就好了 好嚇唬 對 所以我整個老人家 都半夜 半夜兩點 兩點多 三點上床 然後可能六點 七點就會醒 真的 對 現在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但是 香涵可能帶的孩子 已經入睡了對不對 所以我睡的時候 他已經安詳地睡著了 早上起來 他還是這麼安詳地 躺在那邊 對不對 那 也挺遠 然後氣就來了 氣就來了 反正就越睡不著 他也不想想看 對不對 不知道稀生一點 他的睡眠 然後起來陪陪你 我睡得那麼高 我幫你想什麼 我睡得那麼高 我幫你想什麼 不是 小冰 你這個我覺得也很簡單 你就把它搖醒 然後做個運動 兩個人就可以又好好睡 喝起睡 然後一天也可以喝起來睡 你老婆好睡是你的福氣 可是到我們腎臟科了 有另外一個問題 叫 一直起來上廁所 一直起來上廁所 影響到老婆 那我在想什麼叫夜間瓶尿 入睡那一次上廁所不算 起床那一次不算 中間可以醒來一次 叫臨到一次健康的 如果兩次 你就是夜間瓶尿 好 那夜間瓶尿 可小可大 可能是你前一天晚上 咖啡什麼 力量要自己多喝了一點 但是年紀大也有可能 隱藏著很多心臟病 腎臟病癌症等等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還是建議夫妻要合起來一起睡 因為有時候一起睡 合起來一起睡 對 上下左右 會觀察到另外一方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疾病 我曾經有一個六十歲的老先生 那他來看病是被他老婆壓著來的 他老婆一直在抱怨說 他一直頻尿 晚上一直上廁所 一直上廁所 他男生比較神經大條 他如果我就是 攝護腺肥大嘛 男生過了 所以就會多一點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老婆實在受不了 因為他只要一上廁所 結果他就被吵醒了 最近不只如果 最近還會 半夜還會慘叫 什麼叫慘叫 他除了頻尿還大抽筋 他老婆覺得絕對不對 可是先生很大條 說抽筋就天氣冷 什麼的又不來 那後來被他老婆壓過來 我一看這樣就不對 來 因為你下面 他尿毒症 嚴重嗎 要洗腎了 這麼嚴重 人家要洗腎了 他完全沒有感覺 那當天晚上就收住院 開始學醫透視了 你會發現這個要 很多的疾病 有可能是另外一邊 在睡覺的時候發現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還是要 我跟你講 真的 我認同 你相不相信有因為夫妻 我因為我們夫妻這樣子睡覺 然後 想不到吧 那個時候我跟我現在 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熱戀期 然後有一次我記得 非常浪漫 我們跑去吃日本料理 然後兩個人坐在那個 卡古里那個料理台前 往那邊吃 吃好高興 我今天突然就 那時候都還沒有結婚 我突然說 我有一個事情想要跟妳說 這件事情有一點嚴肅 我想 什麼 求婚了嗎 我想說 要求婚了嗎 我說沒關係啊 妳說吧 那有關係 真的要三半 妳就說 她說 然後那時候當場真的就三條線 結婚之後呢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克服 只要 我說那妳要讓我知道 我說我真的我不知道 她說沒關係 妳只要撤睡就好 撤睡就不用 不會打呼 我說那如果我真的打呼 妳就咬我 然後我就會翻身這樣子 可是妳知道那種 妳睡覺睡到一半 突然有人這樣推妳一下 橫火 Debbie... 妳會 呼 怎樣... 妳打呼 剛開始都還好 就這樣好 妳要翻身睡 然後可是 就這樣幾次以後 那種日積月累 妳其實那個火會起來 對 問題是我又不知道我打呼 後來真的每天吵架 真的每天吵 吵...我說 阿布萊姨 妳錄音給我聽 有天早上 結果有錄嗎 有 她放給我聽 我不是那種 我沒有這樣 我就是 因為我鼻子也有問題 那她是潛眠的人 她可能真的比較敏感 那怎麼辦呢 我也去做了那個什麼 呼吸中止 睡眠中止 就是要去醫院睡一覺 然後那個頭上 身上 大概綁了大概十幾 二十個那個東西 然後要去醫院 多像是睡眠準測宜喔 對 然後要去睡一個晚上 她就會測妳的那個什麼 有沒有中止什麼什麼 然後拿了一大包藥回來 要吃三個月 我沒有辦法 那我就每天晚上 我乖乖 我測睡 我測睡的時候 這兩隻腳 我就會習慣這樣翻身 這隻腳就會這樣 靠在這裡這樣子睡 我長期這樣子睡 我是一直到大概五年前 六年前我去整骨 那個脊椎腹肩師 才跟我講說 我們在測睡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有一隻腳 這樣子玩著 我們要兩隻腳一起疊著 不然你一隻腳跨在那裡 躺在床上的時候 你的這隻腳的角度會更大 就長骨刺了 她說那個壓力很大 然後我後來睡一睡 我們真的吵到最後沒有辦法 她花了一萬多塊 去買一個全罩型消罩音的耳機 還不行 一萬多 後來我們真的有分放睡 但因為她是 她也是心理師 她覺得說要合起來睡 我讓她先睡著 我再睡 被吵醒之後 她就默默地拿了枕頭 不然她就 再換 她就去隔壁房間睡 或者是 她就開始吃安眠藥 他們兩個都好努力 我們真的有在試 都很努力找解套的方法 對不對 我覺得David姐真的好有愛 因為像我們家就是 其實也有差不多的狀況 是我的老公 因為像是我是一個 對那個呼吸聲也是很敏感 就是跟你閒睡一樣 我是沒有辦法 我從小到大沒有辦法 跟另外一個人一起睡覺 我一定要一個人睡一張床 我才有辦法睡好的那種 可是你結婚之後 你有老公 然後他又有一個小孩 你要陪小孩睡 你要一個人睡覺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就是等於說 婚後我只要一聽到 我老公跟小孩的呼吸聲 我就 他就很遭遇 很緊張 很焦慮 好想掐他脖子 我老公也不算是打呼 他真的是就是很輕微 就是呼吸聲 他就是 他就只是活著而已 對 忍受不了他活著的聲音 對 我真的聽到 聽到就睡不著 我就是躺在那邊 我可以躺一兩個小時 都沒有辦法 這樣也很痛苦 小燕之後我從結婚後 就沒有睡好過 所以然後那時候 長時間累積下來 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的免疫力變得很低一下 就是我開始有什麼 口角炎 唇炎 就是尤其是很容易在這種 口腔類的都會潰爛 黏膜都會潰爛 而且是長期兩三個月都沒有好 然後吃藥也都不會好 那醫生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睡眠狀況 要調整一下 那有一次我就真的覺得說 好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睡個覺 那怎麼辦呢 老公小孩都還是躺在這邊睡 我要怎麼辦 我就發現說 有個好方法就是 我拿著枕頭跟被子 到我們家客廳的沙發上 我就躺在客廳的沙發上 自己一個人睡 一秒鐘就睡了 而且中間完全不會起床 我以為我是潛眠的人 但其實不是 睡沙發就可以睡得很沉 睡到早上 而且以前我都要睡到八個小時 還是會覺得很累 但是我睡沙發 只要睡六個小時 就覺得精神很好 睡得好就對了 對 就是有深層睡眠 我想我先回答 剛才J媽的問題 它是一個所謂環境制約 變成因為我經過 這樣一次的睡不著經驗 下次我再睡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這樣睡不著 因為這樣緊張 讓我自己更睡不著 所以換個環境是可以改善 不過現在我們回到 就是夫妻要不要同睡這個話題 現在醫學上的研究 就是大概我們夫妻分房的比例 大概是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大部分夫妻還是 不過那分房睡的原因當然很多 有的是養育小孩 有的是生活習慣不同 或者是互相影響 感情不好等等 不過不管如何 就醫學上的研究 其實同房睡的夫妻 他的夫妻的親密度 滿意度都是比較高的 同時分房睡的夫妻三分之二 他們對彼此的感情的評語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建議 能同房睡盡量同房睡 那呼吸中止症 那當然就是做治療 有那種揚牙呼吸器 CPAP可以治療 有止酷氣 那如果真的不能矯正 他相對比較好的解決方式 就是分房睡 但是兩個人都睡得著 但是這時候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們可能得檢視說 也就是說我們會不會說 連親密的小動作都沒了 吃飯也不聊天 或不一起出去玩等等 我們變成必須要先檢視這個東西 如果夫妻親密度是沒有變化的 分房睡是OK的 有就我們分房睡就是 那個感情有加 我們就不會想要殺 就雙方心情都比較好 對 她反而被人減少 吵架的一個來源 對 對 睡得滿好的 那當然相反的 如果說夫妻親密度降低 可能就要省事後面的問題 因為也許不見得 只是單純生活習慣 那時候可能就要面對問題 甚至要找醫生來求助 洪醫師怎麼樣避免夫妻病 那當夫妻真的是不容易 那彼此來自不同的原生家庭 本來就有不同的生活習慣 那我覺得要當彼此的神隊友 不要當他的豬隊友 那當發現他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這些健康習慣不對的時候 用你的智慧 還有我們用我剛講用愛與光華 取代一些責備 還有碎碎念 把他拉回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那些一天到晚要叫你去 Pub 喝酒 吃宵宴 那就離他遠一點 然後要叫你去跑步的 運動的 多結交這種好朋友 就會讓你的身體很健康 真的 不過今天聽那麼多 我發現其實夫妻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他真的是會陪你走一輩子的 就是醉酒的人 所以變成說這個夫妻病 或許是你們兩個的交流很好 可是如果說可以往更好的方向 就更好 而且今天講了很多的方法 包括要喝花草茶 想想正面開心的事情 或者是喝在一起睡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是我的媽媽 我今天在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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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嘛 可是又聽說 現在麻疹在日本 好像有點開始 就是要小心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兩個小孩 一個是 三歲 一個是七歲 七歲你就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他才剛打完 第二劑的麻疹疫苗嘛 那三歲的很多人就會說 那我要不要去之前 先打一劑 那先跟各位講 其實三歲他的保護力 小時候一歲打的 那個保護力還夠啦 所以基本上 真正有危險 是一歲以下的 那麼 六個月到一歲 這當中的嬰兒可以先打 我就先打 比如說我就是 還不到一歲嘛 我先打保護我 但是這一劑不能算在你 這個嬰兒的手上 只是後來要再打 對 你一歲以後 你還是得再補打 你真正的正式的那一劑 所以六個月到一歲 這是一個有一個折衷的做法 六個月以下真的是沒辦法 就要六個月以下 免疫的記憶還在 就算不幸感染了 通常也不會太嚴重 所以不用太緊張焦慮 所以大概目前就是 最需要的是 六個月到一歲 如果一定要的話 他們要先打 再來就是 1981年出生以後的 在這個機場醫院工作的人 那最後才是剩下的那些 沒有在機場工作 沒有第一線要碰到外國人的 這些族群如果剛好 已經有疫苗了 那我們再去補一劑 解